第1個動作 我們首先第1個動作會先去貓牛市 然後我們從四足跪姿開始 把手指頭撐大壓緊地板 手腕跟肩膀對在一條線 膝蓋跟骨盆同寬 吸氣的時候肚子放 胸提 視線往上 把肩膀推遠離耳朵 吐氣的時候微骨捲 肚子收 背拱高 讓視線看望你的肚臍下巴早鎖骨 再一次吸 放肚子胸提 視線往上 吐 微骨捲肚子收 背拱高 盡量把肩膀推遠離耳朵 再一次吸 吐 最後兩個吸 吐 最後一個深吸 盡量感覺你脊椎的活動 慢慢吐 最後一個深吸 慢慢吐 下一個吸氣慢慢回到中間 然後我們要準備進入第2個動作 半魚王式 然後它是一個扭轉的練習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入第2個動作 先坐在地板 把腳動一動 好 收你的左腳進來 讓右腳跨在你的左邊的大腿外側 右邊的坐骨盡量坐緊地板 那如果你的屁股不會 沒有辦法坐地 可能會飛起來的話 你也可以墊一個毛巾 或是毯子在你的屁股底下 那可以的人就盡量把腳往內收 踩緊地板 吸氣的時候抓著你的膝蓋 再靠上自己的身體 維持你的兩邊坐骨坐緊 好 我們深吸 把背挺直 右手點在後方 把自己再稍微推高一些些 讓左手往上延伸 卡到你的右大腿外側 吐氣的時候推 感覺肚子遠離大腿 好 應該會感覺到下背跟腰側的扭轉 如果覺得還有空間 我們把後面的手再往後走 轉開你的右肩膀 轉開你的右肩膀 然後再讓你的脖子慢慢往後下巴找肩膀 停留三 二 最後一個呼吸 慢慢帶回來 換邊 這一次換右腳下 把左腳踩在你的右大腿外側 先抱你的膝蓋 身膝 自己帶高 感覺脊椎拉長延伸 準備好以後 讓左手點在後方 把自己推高 感覺脊椎拉長 右手上 感覺你的右邊的身側在延展 然後卡到你的左大腿外側 吐氣的時候推 肚子遠離大腿 把大拇指推到你的心正中央來 還可以的話 讓左手再往後點 持續把自己的下背延伸拉長 再轉更多 胸口往後 可以的話 讓你的下巴去找肩膀推伸 停留三 每次吸氣都感覺自己長高 吐氣的時候再多推一點點 二 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帶回到中間 然後把腳鬆開 動一動 好 我們今天的第三個動作會 趴走 輕鬆的趴在地板 然後先在你的人面師身裡面 然後把你的手肘 放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 你會感覺到是 90度撐在地板上 然後吸氣的時候 把胸口往上提 視線往正前方看 可以的話 讓你的兩隻腳中間 大概隔一個腳掌左右的距離 感覺一下腿內側的力量出力 吸氣把胸口往上提 肩膀推遠離耳朵 我們先停留在這邊 應該會感覺到下背有一點緊緊的 如果你在這邊覺得很舒服的話 如果你在這邊覺得很舒服的話 可以試試看我們提右腳往上 應該會覺得你的下背的力量在啟動多一些些 停留 停留3 2 1 好放鬆 換腳 左腳帶高 然後感覺一下下背的力量 3 2 1 1 好放鬆 如果覺得還可以的人 試著把自己手推 再往上提 感覺你的下背跟腰側有更多的伸長 再3個呼吸 如果覺得很痠的 停在剛剛的位置就好 2 2 最後一個呼吸 慢慢放鬆 好 手推 把自己帶起來 進入今天的第四個動作 我們先慢慢躺下 在地板上 把兩個膝蓋抱往自己的胸口 然後你可以讓你的兩隻手圈著你的腳 靠上自己多一些些 讓下背再往地板沉 先在這裡停留3個呼吸 每次吸氣的時候感覺吸飽在胸口 吐氣的時候再讓你的肚子往下收 下背往地板貼 再兩個呼吸 最後一個呼吸 好我們滾滾背 感覺一下你的脊椎附近的肌肉放鬆 準備好以後把你的膝蓋放到左邊地板 打開右手 可以讓視線順著右手往右邊看 或是看向天花板 讓你的右手掌心朝上 感覺肩膀貼緊地板 如果覺得還有空間 可以把你的膝蓋再往下壓 或是把它往胸口再靠近更多 會感覺到你的下背跟腰側的地方伸展多一些 如果想要加深 你也可以試著把腳伸直 然後應該會順便拉展到你的腿 然後同時間你的下背跟腰側也會有很深的扭轉 然後在每次吐氣的時候我們把肩膀再往下 然後腳再延伸 好如果覺得太深 隨時都可以把腳調回到本來的位子 再兩個呼吸 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輕帶回來 那我們換邊 準備再動一動你的腳 左右滾一滾 把腳放到右邊地板 打開左手 把左邊肩膀沉往地板 掌心朝上放鬆 感覺你的肩膀往下沉 一樣覺得還可以的人 把腳慢慢伸直 往上提 感覺扭轉的加深 那我們試著把氣送到你的腰側下背 再三 好隨時覺得太酸都可以把腳慢慢彎回來 二 最後一個呼吸 把腳輕鬆帶回到中間 我們最後第五個動作會去喬式 那一般我們在做喬式它可能會是輪式的準備動作 然後我們就會做的比較深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會做比較輕鬆的版本 你可以拿一個磚或者是抱枕 墊在你的屁股下方 然後我們在喬式感覺呼吸就好 我們吸氣的時候把你的屁股慢慢帶高 腳踩緊地板 如果你在這個位置是最順暢呼吸的地方 你就可以停在這邊把磚撐在你的屁股底下 它會撐在骨頭的位置 然後把你的屁股很輕鬆的往上推 所以你不會用太多腿的力量 然後感覺你的胸口往下巴 然後我們先在這裡停留兩個呼吸 觀察一下身體在有呼吸的狀態比較順暢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再帶高一點點 讓氣吸飽在胸口 覺得還行的話把肩膀再往內收 再一個呼吸 如果想試試看的話 我們可以再把屁股再往上提一些些 把磚調整到三樓的高度 那如果在剛剛那個位置已經覺得很痠的話 也可以停在剛剛的位置停留 我們在這裡再最後三個呼吸 最後二 好 感覺你的腰放鬆 下背再延伸拉長 好 每一次吐氣的時候 感覺你的肩膀再往內 然後往下放 好 最後一個深吸 深吐氣 讓手輕輕解開 好 腳推地板 把磚帶出來 然後抱膝蓋上自己 前後滾滾背 滾起來 然後我們結束今天的練習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續練習 然後緩解自己的腰痠背痛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